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税改方案明二日出审,包含行政院版本在内以及各立委提出的相关减税提案,共有47个版本。 财政部指出,如果有关免税额与扣除额项目的提案全数过关,税损约1497亿元,大约等于少掉国家一个月的收入。 综合媒体报道 财政部指出,目前预算编列财赤字预算,岁出岁入差短都是靠举债弥平,近年的税收虽有超征但都拿来还债并没有剩余资金可供运用。 财政部认为,现行的免税额与扣除额已能减轻多数民众的负担。 特别扣除额的部分,立委提案的内容包括,新增薪资所得列举扣除必要费用,新资所得定律扣除与定额扣除则高认列,提高教育学费或幼儿学前。 特别扣除额度及扩大扣除范围,新增长及照护,健康检查,房灾,社福外劳,义文消费,运动消费,购买书及绿色消费,短期补习教育,资讯科技进修及学生就学贷款。 特别扣除项目,降低储蓄投。 扣除额的部分,提案内容包括,扩大捐赠,保险费或医药及生育费扣除之范围,提高保险费扣除金额及新增表演艺术,视觉艺术,音乐,各项文化赛事及运动赛事门票费用支出扣除项目。 免税额的部分,提案包括未满6岁之子女或5岁以下之之细血清杯清除免税额增加50%。